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lderman 歡迎回來 那今天老頭要做的一些事情呢 比較非常的簡單一點 比較沒有這麼的複雜 原因是因為也差不多快要沒有這個內容了 陸地上的生物我們也抓的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最多最多也就只剩下海底生物了 那至於挑戰BOSS或者是什麼抓 抓其他或是打其他的這個 也是會拍啦 但是呢不會是現在啊 不要勾問啊別再問了 問了也不會馬上出現 不要再問了越問越多 你們怎麼都不去看佩佩豬呢 一直問 其實還蠻煩的 好不好那麼今天呢我們今天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工業區給隔開 上一集有講過說我們這個工業區這邊太亂了 看了有點覺得 好像是 垃圾堆其實還蠻像的啦 不否認好不好我不否認 所以說到時候呢我會把這邊這個地啊 全部都蓋滿 應該是說全部都用我們一個新的新的材料 叫做火山灰 不是火山灰啊叫做火山 火山方塊 總而言之呢就是會一個系列類型一個系列類型像是前面是魔紋屋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前面呢就叫做火山屋 然後呢這裡面都會放 所有這個 工作 台或者是龍爐 啊或者是 迅猛龍發煉機 之類的 全部都會放在這裡 來做一下區別性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這個整個環境看起來會更整潔一點 那沒有意外的話呢我們這些大型恐龍之後也會找他們繞腳之地吧 你看那霸王龍用這無辜的眼神看著我 述說他都無家可歸 幹嘛屁事啊 啊 呵呵 好兇喔 呵呵 好啦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我們到時候會用火山屋這個材料 火山方塊這些材料 啊把他蓋成一個 像是 還不錯看的一個 火山 工業區吧 啊 我不知道會蓋怎樣啦反正 其實你們也懂嗎老頭只會蓋正方形 啊什麼標新立 尖錐形 橢圓形抱歉我不會 好然後你看這些全部都是火山的那個 火山的材質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火山的這個素材 樣貌 顏色 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是火山岩大門 火山岩的這些素材 那我們裡面材料基本上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敷的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把他加蓋把他蓋完吧 好 我們來不覺得馬鹽 兒公菜 雞丁 好啦我們終於把這個外型稍微給蓋完了吼 那大概建築方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也沒有太多了 太多的區別性 哈哈哈 我覺得我還蠻適合蓋一個方塊屋的有沒有 有沒有超屌的 以後叫我方塊屋達人 方方正正正正方方 請找老頭工程師 讓你變得如此的正正方方 應該是會沒有工作吧我覺得 然後呢老頭這邊蓋好了之後 這邊呢做了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階梯喔 個人覺得這個階梯還蠻有型的 我把它稱作為菱形階梯 這樣乍看之下有沒有感覺蠻屌的 因為我本來是想要做一個 螺旋階梯你懂嗎 就是那種會螺旋的那種階梯就是旋轉型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做不出來 然後做一做之後莫名其妙變成這個樣子 還然後還覺得還蠻酷的嘛 然後就變菱形階梯了 有沒有還蠻屌的 只是缺點就是 他天花板要開的孔可能要開這麼大 才有辦法上來啊 不然的話你這邊可能走一走這邊頭 會被這個天花板給擋住 我覺得應該是我這個天花板用太低了 因為我本來就不打算把它蓋這麼高 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說 反正就工業區嘛 就工業區裡面製作機械又什麼的 不用挑這麼高而且 我有顧慮到說 熔爐在燒的時候 會有煙冒出來 所以說我打算把這個地方都放那個 會冒煙的建築 冒煙的設施 好像只有熔爐會啦 目前為止好像只有熔爐會啦 那其他好像不會 那種比較大型的東西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上面 那下面的話基本上就是機床跟 機床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工作台 然後感覺好像蓋得有點大喔 不知道要擺什麼說真的 然後我儲物箱也都準備好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放一下東西在天花板上面好了 先讓天花板看起來有點樣子 我感覺放這裡好像會被這個右邊這個擋住會不會啊 還是說我們放 欸不行啊放這裡感覺更奇怪 我感覺唯一能放的就是這個地方欸 說真的 會不會擋住啊 完了突然沒想到這一點 欸這樣子呢 這樣子會不會好一點 欸這樣子好多了 這樣子好多了 既不會擋住 上來看起來又可以看到 迅猛龍在那邊奔跑 站站站站站 決定是這個位置了 有沒有感覺很棒 可是比較尷尬就是 這裡電線我待會要怎麼接啊 卡條呢 呵呵 反正之後再說啦 如果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在這邊接電的話 我可能就要轉向了 好不好 像這個 這個的話我應該 擺這裡吧 欸結果 結果我完全沒有想到我的工業熔爐 擺這個地方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啊就只是把它移過來而已啊 哇 我覺得我開的這個孔有點尷尬喔 我應該把菱形階梯 開在這裡才對啊 哈哈哈哈 哇一整個沒有想到欸 哇設計師好難啊怎麼辦 可以不要當設計師了吧 啊錢一錢以後不錯讚 啊再來就是我們的雞床 雞床其實放下面也無所謂啦 我覺得把雞床放下面好了 看起來比較屌 啊我們這邊放一台 工作台放旁邊 熔爐要放上面啊 熔爐跟這個工業熔爐放上面 好我們到時候 為什麼還不一樣欸 算了不管了 把柄融好了 然後呢我們這邊可以開始用我們的 儲物箱 好儲物箱多弄幾個 我在想要怎麼擺 橫著擺也是不錯 可是這樣看起來看起來不美觀 橫著擺你是可以放很多東西啊 但是我覺得 看不到他的面啊 有點有點不太好的感覺 好不好我們就這樣擺 我沒有算好 一直給沒算好 我介紹可以撿一直可以撿太好了 再一次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我們放東西都方便了有沒有 好啦如果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放一些家具啊 也是之後再收集這邊太暗了 我忘記弄燈具類的東西了 剛好像又天黑有沒有 好我們把熔爐擺一擺 好可以 然後我們這邊放一個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他們拿東西可以直接從裡面拿出來 是不是很棒 好不好 那我們再巧多天弓一下 是不是 有沒有感覺對秤很爽啊 有沒有感覺對秤很爽啊 唉唷掉下來了 有沒有感覺對秤很爽啊 只差沒有把東西放進去而已啊 那我們工業熔爐是不是也要比照辦理啊 可憐的工業熔爐 沒有東西沒有地方可以放了 我覺得我工業熔爐蠻失敗的 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件事情 有點哭哭 又或者是說啦 我到時候這邊 搶把蓋上來 然後把我們的迅猛龍發電機放在旁邊 我們機械手臂也要帶過去 機械手臂可能會帶過去 然後 還有什麼反正還有很多東西要帶啊 不過今天暫時是這個樣子 之後這個我們這邊這個工業區的這些東西 稍微就是會做一些調整但是私底下去做調整 不然的話我覺得現在做調整可能太浪費太多時間了 那我們現在正準備要去抓我們的火元素 我們火元素呢一樣是位於在這個 那個在哪裡啊 末日之地的地方 我們上次就看到了吧 只是一直都沒抓 而且我也忘記他可以抓了 後來發現原來他可以抓之後呢 是時候開抓了 這是我們末日之地最後一隻 生物了 也是能抓的生物 之後呢下一集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直接去充幽靈龍了 好我們就可以把幽靈龍給打爆把他抓下來 稍微練一下等級看一下他的威力是如何 好不好 好吧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再重整一下我們的裝備 準備要前往末日之地了 Let's go 好啦各位兄弟們 我們來到了末日之地了 那我們現在終於發現了火元素 他的這個位置 那基本上在這附近要抓這隻火元素的話呢 其實有點棘手啊 那邊又生出來了 這隻幾等啊 我們看一下這隻 眼睛好大顆喔 36等 這隻幾等 15等 火元素在陸地上這樣子抓實在有點棘手 因為這些獨眼巨人或是牛頭人都會出來攻擊我們喔 所以說我們現在最 最好的辦法 應該就是把他引到地洞吧 我覺得在地洞抓是最安全的 最起碼其他東西不會跳下來 所以說我們來引一隻 我們來引一隻好了 我們把這隻 火元素36級的把他引到那個地洞裡面去好了 我也懶得挖地洞了啦 反正就用誘導的方式把他引到那個最深的那個地洞去 這樣應該就萬無一絲了吧 我想他追追會不會等下放棄追逐了 所以說我們還是逼近一點好了 然後那邊有該死的獨眼巨人 那獨眼巨人應該不會追我吧 我看起來那麼的不好吃 對不對他應該不會想追我吧 快點快點 把他引到沙漠來 他現在還是非常的憤怒 引到沙漠就萬無一絲了 好來了來了 這邊的敵人不強啊 除了牛龍之外啊 但牛龍也不會太爛 可是我覺得我的 石像鬼至少打得贏就對了 OK 我們把他引到這地方來 天然的 有沒有看見天然的 天然的地洞 然後這個火元素他是吃這個 火元素他是吃火魔石啊 所以說了記得來這邊抓的時候火魔石要記得帶 然後印象中他好像不用安 他是不需要安的 然後是用我們的 魔法箭矢訓服 好 這樣就輕鬆多了 他也逃不了了 這家伙也逃不了了 好就慢慢成為我的奴隸吧 你是他們的奴隸 來吧 你倒是來看一下威力如何 他生氣了生氣了 哎呀有種正面上我啊 可惡 跳 在用跳射的方式 略過我們這個石像鬼的頭顱 我跳 哎 小淘氣別跑 很會哦 輪轉位移哦 還是射到你了 還是射到你了 這大概應該也是沒幾隻就暈了啦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們真的不要在末日之地做馴服的動作 你絕對會死的很慘 除非你有很多保鏢保護你啊 不然我勸你千萬不要嘗試 好像是在這個地方他們完全就不敢攻擊我 毒蝎子可能會個兩三下就死掉了 是吧 對 到底要幾隻啊 恩 昏迷了 他的昏迷還蠻好笑的啊 好 OK 我們來了 啊我們這個 火元素昏迷感覺好像尿疾有沒有 那個手都往前這樣子 好 好我們把我們的這個東西丟進去哦 原來他的效果是可以這樣子啊 烤土豆烤玉米 大腿肉哎我把肉丟進去 哎可是重點是他現在還在被馴服當中可以直接做吧 這是bug吧 哎他消耗我的肉塊然後 肉肉不還我然後 製作中也沒顯示 這個應該是要馴服的時候才會顯 才可以製作啊 非馴服的狀態應該是基本上不能顯示這四樣啊 不然的話我的肉會被他吃掉啊 有沒有 被剋掉了 該死了 好吧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哦 好啦終於回來了 來把玩一下 我們的火元素 哥哥讓讓哥哥玩玩 把火元素給放出來 那按錯了 來 找火元素好像不需要安內 有沒有他不需要安 所以說了我們基本上就把設定為中立 好他就是真的是可以直接這樣做了 我們就把我們的生肉全部丟進去 好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 你要一直連點 沒辦法設定你要做多少個 而且他做速度超快 他現在這樣子這個這隻生物一入手 根本就不需要那些燒肉了 那個火燒肉架什麼不用用這個就夠了 馬上就可以做成熟肉 速度 飛快啊 啊 好吃好吃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火元素 我有 左鍵攻擊 扒下去 右鍵呢 哇 死亡之五 我用我的死亡之五 哎 怎麼不能用死亡之五了 他的死亡之五居然有 時效性 那個cd時間 這樣子 這邊這麼多嘟嘟鳥不死亡之五嗎 好像不行 好像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死亡之我現在發現原來我做在我做在他的前頭 他將會不會擋到我們原原那個 我們達到那個火元素的視線啊 沒什麼太大的攻擊 哎不過他的移動速度還蠻快的 我覺得還有還還行耶 我寫有五千 負重負重七五六 而且他打到好多肉可以現場做 哈哈哈哈 哎有沒有那種就是可以設定他自動燒成熟肉的那個那個選項 哎呀好痛 呃自動燒成熟肉的選項沒有 哎呀可惜了 自動燒成熟肉還不錯啊 為什麼沒有呢 啊這次不能跳 然後我居然是做他們的胸前 啊我我應該可以保守估計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母的 啊他車頭車頭燈車頭燈太大了 啊沒有要信別是母 而且如果我從上面跳下來我還有一一一定的機率會受傷 有點不太妥哎 而且這是其實看久了還蠻像那個 通靈王裡面的火靈 啊形體上像啦外觀我覺得有點不太像 好不好如果要說要算火火火的神燈精靈 或許會更香一點 好有沒有看過神燈精靈 尾巴都會有一戳這樣子 好那在相信不久的將來或許也會有這個水水元素啊 好冰啊我要吹摔死了 也真的很危險呢我這被摔不知道幾次了 好相信一定後面會有什麼風元素 雷元素光元素暗元素 我們的冰元素應該有了吧冰元素應該就是我們那次冰箱 外觀應該都不近相同吧這個叫冰元素 我看一下 他這他叫冰的啦 哈哈 抱歉了我已經忘記你原本的本名你應該叫冰元素啊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 然後火元素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到外面風元素雷元素應該都還沒出來可能知道更新會有吧 好不好這就是我們的火元素我希望大家會喜歡那今天這一集其實內容也沒有說很多啊就蓋蓋東西抓一抓生物 下一集的話呢應該是沒有意外直接抓幽靈龍了啦 各位期待一下下一集吧 各位萬眾矚目 非常期待下一集幽靈龍即將登場 然後到時候老頭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抓幽靈龍也是最古老的方式 如果大家猜得到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不好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喜歡的話下方留言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再見面啦 掰掰 掰掰